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街場 你看現在天氣那麼熱 又不能出遠門 只能在台灣鑽對不對 有什麼地方好推薦的呢 其實有 但是你要說你的需求 這樣我才有辦法給你一些建議 或什麼的 因為天氣越來越熱了 都38 9度了 有沒有 有沒有涼快一點的地方 有 我現在口袋名單就有一兩兩三個地方 還滿適合的 還有沒有其他需求 需求就是說 因為走久了你會累嘛 對 有沒有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有耶 這個地方它算是滿多人會去的 會去 然後很涼 然後冷氣算是中年都開著 對 而且不管你要坐啊躺啊都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躺著 躺也可以 不會有人去煩你 真的嗎 而且還算靜密的一個地方 這麼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介紹給我啊 對…就是 景行廳 對 景行廳還需要你介紹 我比你還熟吧 不要這樣子嘛 對啊 為什麼今天沒有噴它乾冰呢 我是看不懂 其實最涼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沒有錯 所以大家要去旅行 也不用跑遠的地方了 只要來到我們東森的攝影棚 就可以感受到囉 但我們今天聊的才不是這個咧 雖然景行廳男孩就在我旁邊 他們也出過專輯之後 就再也沒有在荼毒大家耳朵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十周年要到了好不好 很多呢 歌迷朋友們 巧婉一直在說 什麼時候要來開新的演唱會 怎麼可能現在大家 你們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 不用啦 我們的觀眾怎麼變得這麼墮落呢 沒有… 引頸期盼 好 引頸期盼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關於旅行 旅行在台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要推薦給大家 而且要涼一點的 對不對 現在那麼熱 那我們要來歡迎的就是旅行千萬里 最愛還是台灣美景的藝人代表 好 歡迎 但對面呢 每到夏天就要去海邊 就是愛看漂亮高雄妹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統整台灣最涼雙旅遊 秘境的省錢環保 今年的那個高溫其實會讓人崩潰 是 我記得我還去主持一場戶外活動 正中午在華納威秀的那個… 那個廣場 然後真的是站上去不到10秒 我的汗已經這樣子流下來 那一天體感溫度50度 非常熱 所以高溫到底要去哪裡避暑 哪些景點又涼爽又好玩 趕快請大家來介紹一下囉 OK女子 OK 好多樣 女子 國外國內 問我就對了 唉唷 你去了什麼 聊不及的題目 問你就對了是不是 對 下面一位 還沒講完 好 你說 我真的發現就是因為 以前就是還沒疫情的時候 大家就是出國嘛 就是比如說像日本的話 就配海盜嘛 就是那個台灣太熱 所以我們是逃避別的國家 去避暑 對 但是現在是不能出國 但是不用擔心 可不可以講一點我們 不知道的事情 OK 馬上來 好 這是呢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齁 我跟你們一樣的翻譯 一開始是那個 石門水庫的時候 聽到這個說 蛤 你又在開黃槍了 台灣還有誰不知道石門水庫嗎 但是 就是你們真的有玩過嗎 石門水庫不是就是一個水庫嗎 對啊 怎麼樣 Merry Christmas 沒錯 就是一個 對 水庫 水庫啊 但是呢 水庫這邊很好玩喔 可以 坐船 可以坐船 坐船 其實不小 很大 而且那邊的那個房間大自然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導遊 幫我們說明很多東西 我有BCL 請看 好 這裡真的太棒了 現在這個夏天啊 其實不需要冷氣 其實出來外面就是那個風 感覺就是大寮你知道嗎 Baby 你就是我 助力的旁邊好無奈 兩個 卡卡 你們其實無人啊 那邊的打自然好不好 還有這個喔 這都是一門水庫 你看看這個就是很漂亮 而且可以去小車 老街那裡 有吃的 有吃的 柏魚啊 柏魚三隻嘛 對 超好吃 超好吃 而且他們的那個 東西變化力很高的 就是有點像那個 那個不是不像魚 有點像肉 而且就是吃起來比較豐富 非常好吃 看到嗎 旁邊新開的是那個 班舟的博物館 就是跟那個方便一起 那個有頭 博物館喔 很厲害 裡面不會是給日本的那個 班舟博物館 裡面的東西是台灣的 本來就不會 本來就不會 沒有 班舟裡面的 零食啊 還有那個台灣 那個台灣隊啊 就是以前是 什麼外國人來到台灣 我們打班舟 主要的是可以體驗 可以玩 不會 不是只有大自然看一看 還可以玩樂 然後互動的 對 而且那邊的房間 非常的漂亮 CP值有高 然後加上 你看看看到那個老街嘛 因為那邊就是 大家是只是這樣子 但是那個下午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很便宜 然後就去那邊走一走 然後那個 走完之後 吃火魚 這樣子很完美 好吃好玩地方 真的很漂亮 就是剛剛那個人不對 對 旅行最重要就是旅伴嘛 是 反正 如果是跟隊的人去哪裡 我都好開心 都開心 像是蔡博文 我就會很開心 我要給你們介紹一個 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好 在這裡 這是哪裡 好漂亮喔 這是壁畫 你這個是包水果的紙箱 是不是 這個地方就叫 花蓮 這個很有名 你們知不知道 500年前 葡萄牙的人 在台灣附近 花床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說了 葡萄牙 對 地方就在這裡 其實對 華蓮台灣的最漂亮的地方 那邊台陸科 然後那邊還有七星湯 還有那個很明明的也是 東達門也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很特別 很美 因為我在這邊 有七角度吃 也可以吃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這個地方 你就那邊 最好去遠點 你可以划船 或是你那邊可以 SAP SAP就是Stand-up paddleboard 中文是獎板 對 立獎 SUP 我們都念SUP 就是這樣 好酷耶 你沒有站著 對 為什麼沒有站著 你為什麼坐著啊 這個是桌子 他就叫Stand-up paddling 為什麼是Stand-down 有 等一下 這裡 很美耶 真的超漂亮的 很棒 很棒 哇 好像滑像太陽喔 天啊 所以你知道 這樣的旅伴就對了 對 剛剛那三個在幹什麼東西 很不舒服 這VCR看了不想去了 對 浪費人生嘛 這個也有影片給我們看 也有 哇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那邊可以看到熱處 真的很漂亮耶 很舒服 而且怎麼這麼短啊 剛剛那個要四十幾秒 對 這個才九秒 好意思啊 對啊 好看的都那麼短 對 因為我那邊站起來 是比較不方便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參加團 那邊就很舒服 他們就帶你那個地方 你那邊就可以拍照啊 拍美麗的照片啊 然後他們都可以幫你安排 價格好像一千塊左右不貴 一千塊而已 一千塊左右 一千到一千五 那很OK耶 你看台灣也有這麼漂亮的地方嘛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很像那個 國外海島國家的感覺 對 完全不輸給國外 真的 真的 這個好這個好 姜萱也要推薦給我們 台灣還有更好的地方 因為夏天的時候有暑假對不對 對 所以是台灣有很多離島的島嶼嘛 坐那個飛機想要去 好像出國的那個感覺 哦 出國 對我要推薦的就是 馬祖 馬祖 對 我這次 我就是上個禮拜有去馬祖 然後剛回來 然後我就覺得馬祖真的非常漂亮 因為馬祖是一個文化古蹟存在的地方 完全沒有被污染 而且那個人啊 馬祖的全部都是人情味 真的太豐富了 台灣人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是馬祖 我個人覺得 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然後這是馬祖 大家應該有看過 好漂亮喔 就是北竿 馬祖有北竿跟南竿嘛 這是北竿的秦碧村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它是完全古代的那種房子留下來 然後裡面也有民宿啊 也有咖啡廳 然後前面就是那個海邊 超級漂亮 好現在馬祖就是說那個亞洲的地中海嘛 他們都說亞洲的地中海 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是馬祖晚上的夜景 夜景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漂亮 然後這裡就是馬祖要看什麼 就是看藍眼淚嘛 對 藍眼淚 但是藍眼淚聽說只有四月到六月 但是我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八月了 八月了 但是沒關係 還有這個可以看 杏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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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會亮亮的喔 他也是會亮亮的 好萤火蟲喔 對 就是那個沙灘 它下面的沙都會這樣亮亮的 對 超級漂亮的 然後它的海邊也是很漂亮啊 不輸鬼國外 嗯 很漂亮真的 對 而且可以吃海鮮對不對 對 這裡還有有名的是淡菜 淡菜 對淡菜也是非常大顆又很好吃 是 那個淡菜的話到馬祖一定要吃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馬祖它是盛產淡菜的地方 聽說 現在連法國人 他們進的淡菜 都是從我們台灣馬祖運過去的 喔 法國人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老酒麵線 老酒麵線 這個超級好吃 這個超好吃 然後旁邊 裡面的就是甜點 它是地瓜 地瓜角 裡面是甜的東西 它吃起來是甜的 然後吃完一碗這個麵 然後再吃這個 剛剛好 太棒了 對 有鹹的也有甜的 而且馬祖人情會很重的 我覺得我說很重的原因是 因為我去了馬祖 然後我就想要住車啊 因為那裡交通不方便嘛 所以想要住車 然後我去民宿 然後我跟櫃塔就是跟老闆說 老闆不好意思 我想要住那個住車 你可不可以有推薦的 老闆直接跟我說一句話 你幹嘛推車 你開我的車就好啦 蛤 然後我直接開他的車晚兩天 好好喔 真的認真 因為他說馬祖是一個小島 所以是如果你偷我的車 你也去不了哪裡 你也去不了哪裡 也是對啊 也對 所以我覺得馬祖真的很適合現在去 很好玩 但是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往海邊走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有另外一個景點 是宜蘭的名池國家公園 我覺得它超美的 然後就是在山上 然後它你知道嗎 那邊就是旁邊的像這種小木的道 其實很漂亮的道 拍照真的拍起來就是非常的美 你看進去的時候 你就宛如自己就是白雪公主的那種感覺 這個好像有神仙住在裡面 這比較像李木白吧 白雪公主住的地方有住嗎 因為它旁邊還有小木屋你知道嗎 有時候走一走的時候 這個比較像黑魔女的家吧 好吧 對啊 就是看你就是想要怎麼去 我覺得我是白雪公主 很棒 真的很棒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一年四季都很適合去 因為每個那個風景都不一樣 然後它那邊的生態環境也很不同 好漂亮喔 你知道嗎 它會有很多魚類 然後它會有那種黑天鵝 這樣超可愛 就是你就坐在那邊涼亭 然後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會黑天鵝就突然游到你旁邊 可能在那邊唱兩首歌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舒服 還不錯耶 對我覺得 但這應該就是一天的行程吧 其實我覺得可以去那邊兩天一夜 因為你那邊可以住在那裡 然後早上起來 很多民宿啊什麼的 對 民宿 或者是像我是直接住在它的飯店 因為那時候想要租它的小木屋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可以租到它的小木屋 其實你就住在森林裡頭那種感覺 然後就可以跟朋友們 我覺得晚上出來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光害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去海邊喝咖啡什麼的 有一點太太熱了 真的太熱了 特別我們有兩個小朋友 就太熱了 沒辦法下午才在外面這樣 所以我們看看是跟老婆有帶小朋友去 這個地方叫小瑞絲 小瑞絲這是哪裡 在玉林那邊後面的 喔 太漂亮了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也是很滿高的 那邊也是有一個民宿你看 真的還滿舒服 因為很高 九百多公司 所以那邊很亮 感覺真的很亮 很舒服 你可以吃外面沒問題 然後全部都是花 有這樣子叫什麼 金針花 喔 金針花 像六十淡山那樣子 對對對 然後還有 好橘色的很漂亮 對啊這樣 好漂亮喔 你看真的好漂亮 我以為就是因為他們要漂亮而已 那金針花也可以吃 對很好吃 對啊很好吃 然後有很多不同 有燈然後有渣的什麼 然後有些很好吃 然後很健康 所以老婆也是你可以幫老婆 拍兩百多張照片也沒關係 對 而且那邊沒有百貨公司 大家逛得很安心 對啊很安全 對 那今天推薦給大家都是 比較涼涼的舒服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的行程也走得比較chill啊 比較放鬆 永烈的南投行也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有 我現在要介紹的這一個 算是很熱騰騰的 是今年六月才開放的 什麼地方 雙龍吊橋 好長喔 這是什麼 對 這是一個吊橋 好漂亮喔 好高耶 它全長三百多公尺 然後是今年六月才開始對外開放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嗎 我們不是要避暑嗎 那走吊橋很多人會想說 在頭那裡很大 對 怎麼避暑 太熱了 它剛好這個吊橋就在所謂的 雙龍瀑布的旁邊 那你知道瀑布剛好它 那個水沖下來的時候 會有那個水氣 水氣 很像一些戶外的餐廳 不是因為怕它熱會有一些灑水氣嗎 其實有點類似像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走在那個吊橋 是會有水氣一直過來的 漂亮啦 是非常的舒服的 對 然後再來是 我剛剛講嘛 它全長三百多公尺 可是它高 也高差不多 而且 而且很特別是它的那個 就是它那個走道 它做的是有點鏤空的 所以它一定要 如果你是怕高的話 距高症 你光站上去 你心就涼了一半 真的很冷 很冷 而且背也會涼涼的 腳也會涼涼的 對 然後再來是因為它這個吊橋 它很特別 是把它做成漆 做成彩虹的模樣 對 所以很多的網美最近 很喜歡去那邊拍照 如果你是從另外一座山頭 去看它的畫 它是真的很像一道彩虹 然後跨在那個山谷那邊 OVER THE RAINBOW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然後最主要是 它現在還很新 所以還沒有太多人知道這個地方 那今天一介紹大家就知道啦 對 可以到處去找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趁人少的時候 可以去那邊拍個美照 像我那樣拍照 我作為一個人的話 要趕快趁這一波趕快去 但是我現在要介紹這個地方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台灣最近開的一個水族館 最新的 最新的 而且到現在還沒開幕 好像8月7號才開幕 對 叫做X PARK X PARK X PARK 這個地方超級超級棒 裡面都是冷氣 旁邊也有一個那個白貨公司 Outlet有沒有 很好玩 你有去過嗎 有 原來你們是一起出外景了 對對對 這個水族館是日本那個什麼 橫濱來的那個水族館 他們是那個直接那個營業在台灣 所以在日本的話 價錢反而比較貴 而且是裡面那個設備啊 做的東西非常好 雖然是昨天我們去的時候 很多地方還沒開幕 還沒再做好 但是已經感覺到很好 你看這個就是在這裡 就是非常適合去這邊拍照 然後因為剛開幕 所以現在還沒開幕啊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都沒有人 它還環繞的耶 對 然後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的LED的表演 還有一些 水母 好漂亮 這一間水母超級可愛 很漂亮 真的嗎 還有很多不同類的那個水母 這個我會想去耶 很想帶小朋友去 而且不會曬耶 對 非常涼 有夠涼 對 是不是很適合你處的條件 他說它上面有4000坪這麼大 所以裡面還有MOD 又有吃的又有逛的 對 剛才你介紹的這個海生館 是真的很適合夏天去的 因為我要講的也是一個海生館 在屏東 裡面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就是給你們看你們的VCR 好 來看一下屏東海生館 哇 好漂亮 哇 哇 真的很感動 對 這個 他們的百金 除了可以看到那麼多普通的動物啊 你最特別的東西是你是可以住在那裡 對 其實那邊是可以 小朋友可以在那裡過夜 對 住 住在裡面 你可以住在裡面 他們會給你一個袋子 裡面有一個棉被跟枕頭 然後你想睡的地方 你隨時都可以睡 對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大廳 有一個非常大的Aquarium 所以你看下面是我們 把我們的床子放在那邊睡覺 然後草漂亮 因為你別人睡覺 你可以看到那個雨在那邊飄來飄去 你知道嗎 它還有那種像海底隧道那種 你也可以躺在那裡 對啊 哇 這小孩子超愛的 對啊 而且是那個潘椰肚子餓的話 就是左阿嶼開始拿來飄 你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把他丟到鯊魚池 而且睡的時候要睡旁邊一點 小心被路人踩到 對 可是我等一下要介紹的最大的重點是 我們台北的慕渣動物園 慕渣動物園 對 就是慕渣動物園 大家會覺得夏天一定很熱 對不對 一直看到太陽一直很熱 他們花了13年的時間 蓋了一個新的區域 他們叫 川山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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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年終於開幕了 那這個地方呢 這是動物園最新的一個區域 它是非常的可以模仿 那個熱帶雨林的一個環境 然後你知道嗎 他們是把這個動物的造型 去蓋那個建築物 這麼酷 那這個建築物裡面 就是好像一個巴西的森林 因為他們是真的要模仿那個 亞馬遜森林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事情是 第一個 好多樹 你不會找太陽 你不會覺得熱 然後你可以接觸到好多好多的動物 他們是 就是 自由的 他們不放在籠子裡面 我給你們看一個影片 看到嗎 這些猴子 就是要野生的養著耶 然後這個地方超大的 然後鳥 烏龜 還有水族館 還有水族館 裡面還有水族館 還有水族館 裡面還有水族館的 烏龜啊 烏龜啊 這些東西 你都是可以跟牠們互動 這不要碰就好 這真的很棒耶 這是什麼 就是一種鱷魚 鱷魚 對 這看 這看 Captivara 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特色 是第一個很漂亮嘛 因為不會熱 然後你從下面一直抖到 最上面有一個地方可以吹冷氣 吃冰 喝咖啡什麼的 噢 不熱嘛 不熱 不熱的話就過關OK啦 那我們推薦那麼多好玩的地方 小陽哥最重視的就是一個問題 請問有沒有辦法精打細算 有沒有超值又享受呢 對對對 這個也是很重要 我跟你講 這個誤我就對了 確定嗎 我確定 而且現在好私家嘛 但是這個加個會變化 因為我上一次去那個澎湖啊 就是發現這是一家非常厲害的民宿 我這邊有必須要你看一下 拍手跟MotoTV 可不可以就風景就好 風景就好了嘛 有一個特別的奇怪 你看這個路管很特別 好像阿里巴巴喔 對對對 很好啊 顏色好漂亮喔 诶 什麼風格啊 诶 诶 到底怎麼了 這個 太久了吧 诶 诶 看看這個 我知道 它詞彙很少 所以它就一直 诶 我們就自己腦補進去 它想不出形容詞 妳就自己想就好了 一直 對 妳看吧 妳看吧 這旁邊 這個是那個摩朗哥風格 他的名字好像是六件 比如說這個是摩朗哥風格 然後另外一個是希拉風格 就是每件不一樣 然後主要的是 價格是兩件塊左右而已 超便宜 再來是蔡博文 妳要推薦 又是媽祖 是跟江峻一起去的是不是 不是 分開去的 我去年去了 為了男眼淚 男眼淚 男眼淚 所以我去那邊的時候 朋友幫我訂一個名書 上面都是石頭 自然的石頭 這個是媽祖的石頭 然後在裡面都是木頭 因為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很舒服 然後價格多少 一千塊 然後我們的老闆那邊 其實很熱情 他很喜歡喝酒 因為知道媽祖的酒 也很有名 是媽祖的酒 我們有朋友就說 有那個老酒麵線 就是媽祖高粱酒 然後非常非常好吃 對 然後我們每天那邊就喝酒 然後就那邊走路 這個民宿旁邊 放鬆 然後如果你們 看起來就是宿醉的樣子 對 他戴墨鏡了 然後如果你們無聊的話 我們的陽台就有武器 對啊 這個武器在陽台 什麼啦 真的 在我們的民宿陽台有這個武器 可以玩一玩 然後在民宿下面 有這個水島 以前是軍事設施 現在有開放的總參觀 他應該是國共時期 那時候挖的水 對 我就是要介紹就是 離台北市去就是比較近 消化卡更不順暢 你甘息之中不舒服 真的有益的益生劇 就是勇德腦靈指益生劇 均數多才感大聲 現正買五送一 最高省兩千八 詳情請洽 勇德生劇 林邦09090953 林邦09090953 這地方就是宜蘭 台灣的休閒農場很棒的點 是一條農服務 裡面吃的喝的DIY什麼體驗 全部都在一起 因為我們不想再看你的照片 我們看VCR好了 馬上來 馬上來 好帥喔 你不是自己去 對 我不是自己去 哇 好漂亮 對 這個就是我那個 它是我房間出來 就是一個陽台 陽台就可以看到那個大環境 超級漂亮 出來 走出來是不是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的房間 其實真的很漂亮 休閒農場 不要小看休閒農場 可是你這種住起來 應該超貴的吧 沒有 不會很貴 差不多兩三千塊 它晚上有體驗是 導覽師會帶我們去 享受大自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對 這是蛇 然後那裡面有很多青蛙 還有蛇 然後導覽師會帶我們出去 看那些蛇啊 就是很多小朋友會喜歡嘛 如果被咬比中毒呢 那個不負責任 對對對 那是你的問題 好吧 那如果被咬到呢 也沒關係 那沒關係 你可以咬回去啊 那就是你的名字 我也可以拿回去啊 對啊 然後這裡還有 螢火蟲的那個體驗 其實也很棒 然後最後一個是DIY 就是可以自己做 鳳梨 它是自己 鳳梨 對 很像鳳梨啊 它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你做的這個是什麼啊 很像鳳梨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盆栽 這是盆栽 這是盆栽 就是一個植物 然後我們自己做 然後可以帶回去 刷新三觀耶 可以做得好看一點嗎 沒有盆子啦 對 跟我們一般看到盆栽 不太一樣耶 很好 可以去看看 這個好耶 我覺得也不錯 充滿了芬多精你看看 啊 永利也有要推薦我們什麼 我要推薦 要划算的喔 划算的 然後它是在苗栗的山藝 苗栗的山藝 它在山區裡面 好地方 它這家民宿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它叫佐野小屋 但是 這個我去過 你去過嗎 那個也是休閒農場 不算 所以農場 所以韓國人 特別來我們各個 大家注意喔 開照回去做研究 所有的休閒農場 業者請小心 小心 江勳為首的一群人 他們就在抽竊 竊取你的商業機密 不是 他只是消費而已啦 佐野小屋真的是休閒農場 它裡面的主題是藍藍 對 讓人家講 對 雖然它叫小屋 但是其實它一點都不小 它的佔地其實很廣 對 然後它的 它最有特色是說 它的房間都是一棟一棟一棟的 有點像是度假村的那一種形式 好玩喔 但是他們的房間又很有特色喔 它是過去客家人他們的古倉 然後把它改建成像民宿一樣 所以有點古色古香 復古的感覺 對 挺有意思的 然後大家會聽說 是過去的古倉改建 會不會住起來不舒服 但不會 它其實房間裡面 它也是弄得非常舒服 非常的現代化 它所有的街道 它都會掛上紅燈籠 到了晚上其實很 有住過的人都說很像那個 宮崎駿的電影《生性少女的世界》 有 對 漂亮耶 這裡應該是餐廳 好浪漫喔 好想要去拍照 而且你住在那邊 一整天啊 它全部也有行程 從白天也有藍藍的課程可以學 然後大家 可是要材料費啊 就可以做藍藍 然後他們那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 還有盆栽 類似 還有他們自己的私人花園 最近才開始弄成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那個花園裡面 有迷你版的盛興車站啊 龍騰斷橋什麼 就跟人家拍照 可以在那邊 可愛耶 對 可以拍網美照幹嘛的 就是有景色的 而且有去過的朋友 一些網友們吧 那個花園欲為 是台灣版的魔戒哈比村 這麼厲害 很有那樣子的感覺 對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到了晚上之後 然後他們一樣也可以 有那個螢火蟲的行程 帶你們去看一些螢火蟲之類的 那會看蛇嗎 很忙 不會 就看螢火蟲 對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雖然是個民宿 但是他的規模 其實已經跟度假村 是沒什麼兩樣 他的晚餐是吃素的 對 但是素很好吃 對 他沒有肉 但是真的很好吃 哦 就是他 晚餐也是 素食 對 素食又素火鍋 也是另外消費的嘛 對 另外消費 但他的素食是真的非常好吃 完全不輸給婚的 就是你不會發現它是素食的概念 對 非常好吃 這個好 這個好 這個地方我是真的大推薦給大家去的 因為真的實在太漂亮了 就是 應該大家去過台路閣嘛 花蓮 有 就是好多打針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人 他這個 綠館蓋的這個地方實在太美了 因為他就是蓋在台路閣中間 所以第一個 它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 全部是原住民的風格 OK 的一個綠館 然後所有員工也都是原住民 所以你去那邊 你就可以直接體驗到 就是台灣最正統的網話 可是這個不會很熱嗎 我跟你講不會很熱 因為第一個 那邊的風真的滿大的 那個風吹得很舒服 它不會覺得 一直塞的哪一種 然後先給你們看一個VCR 這個是我去年去的 然後它叫三月春 對 你們都好會記錄自己的生活 很棒 這是360度那一種 對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做的地方 其實有好多樹 超好耶 其實你們會覺得很熱 很會耶 你拍得超好的 比前面的VCR都好很多 這個好好喔 尤其是石門水庫 有蜘蛛 你拍得超好的耶 看完要吃兩顆陰炫 對啊 看VCR有一點暈色的感覺 除了你可以體驗到 那個原住民文化 你可以看到那麼漂亮的 台路跟風景 其實你也可以 每一天晚上看到他們的表演 我跟你講他們的表演 太好笑了 他們會拍好多的 太好笑了 很好笑 不是 很優喔 這是什麼形容詞 因為老闆超好笑的 老闆就會自己當成一個主持人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請所有 部落附近的小朋友來表演 喔 他們會很認真表演 自己每個部落的文化 好可愛 跟舞蹈唱歌 可是因為那個老闆是太好笑了 所以你會覺得 真的非常的值得去看他們的表演 好好玩那感覺 然後他們的早餐 午餐什麼的都是原住民的料理 好好吃 然後我覺得 雖然他們的價錢 比他們貴一點點 大概是抓十千五百塊 可是我覺得 那個是一種地方 你會帶來那個會 會到一輩子 而且他吃的全部都包含在裡面 全部包含在裡面 OK啦 而且附近你可以去 整個體驗整個台路格的 好多景點 而且老闆很有心 大部分的收入會 補助原住民的那些 需要的小朋友 哇 這太棒了 台風什麼地藏 有什麼東西破壞了 他就會送那個錢給人家 在台東海邊 有一家民宿叫 灰黑橘黃 我老婆帶我去跟小朋友 灰黑橘黃 對 四個顏色 四個顏色 對啊 大部分就這樣 因為有很多民宿是 可可矮矮的什麼的 像黑洛基地 粉紅色什麼的 是 但是這樣真的比較有 藝術家的感覺 帥帥的 對啊 然後裡面有一個客廳 然後有一個讀書館 然後很多書什麼的 真的好漂亮 然後海邊 因為這個是海邊 很美啊 真的海邊 走沒幾步就是海邊啊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還蠻適合拍照 因為他的畫院 最前面這樣 有小門 你看小門 這是海 海邊這樣 然後小朋友可以彎 旁邊有小河 所以可以在那邊彎 也是還蠻亮的 有小溪也有大海 對 真的太舒服 然後在那邊 也可以幫老婆拍照 當然一定要幫老婆拍照 是 對啊 對啊 這裡只有一張 但是本來當人老婆要是 我拍三百多張 怎麼聽起來有點在開 對 這個好滿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我現在其實小孩子剛生啊 就是想要出去玩 有的時候又不敢跑太遠 因為跟朋友如果去一個什麼 台東花蓮 如果小孩子突然怎麼樣 要跑回來好像不方便 那心機如粉 所以你知道嗎 可以去石門水庫啊 但是石門水庫還是覺得會遠喔 妳還有更近的 有更近的 因為我跟我朋友最近就發現 就是在西門町而已 然後就 西門町這麼近 西門町太近了吧 西門町太近了吧 路途情侶 它是一個飯店 但是你可以包它的八樓 因為它八樓在定期的時候 它都會弄一些主題館 像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它的主題館大概是這樣子 是有一種那種KTV房 他把八樓的房間 每一個房間都弄不一樣的主題館 KTV房 然後看起來就有冷氣 還有占卜室 然後還可以跟那個占卜師連線 然後還有那種小孩子會喜歡的這種 糖果屋型的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 對 你就把八樓全部包起來之後 然後你知道嗎 每一間都可以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包樓層 我們那天是包樓層 然後你知道它有個那個 露天 星光露天台 你知道嗎 它就是外面有個 大家一個小帳篷 然後那種綠綠的草皮 然後你明明就是在西門町鬧區 可是你真的有一種在那種戶外的感覺 然後它會幫我們架一個大螢幕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都可以看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酒吧 你可以自己調酒 然後你可以花點錢 請那個八天的 如果你沒有喝醉 你突然想小孩 你就可以回家很近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你喝醉 然後你就是今天可以在外面放風一下 你就直接就睡在八樓 小燕哥可以嗎 其實很划算 去了吧 而且它一樓 一樓它交易廳的地方 它有很多遊戲機你可以玩 然後它的什麼飲料啊 像泡麵啊 餅乾啊 吃到飽免費的 然後還有一些兒童的 就是大朋友的話去就是很方便 可是剛剛講這麼多地方啊 算是全台灣都跑透透了 這些熱門景點要怎麼去啊 或什麼什麼交通攻略 請分享給我們 拜託拜託喔 你知道想我很喜歡去華連 但是如果你假日要去那邊很麻煩 現在其實咱們那邊蓋了新的隧道 可是一樣 你假日去 有一次我開了 你知道要開八個小時 對 所以如果比如說火車票常常提不到 火車也要五個多小時 很麻煩啊 然後如果你要坐飛機也運不到 然後其實也很可怕 所以有一個另外的方法 其實你們可以坐船啊 你們從台北可以開車到蘇澳 從蓋貝開始嗎 沒有 從台北可以開車到蘇澳 蘇澳 然後在蘇澳就可以坐船 坐船 然後那個坐船 如果你們開車這個開車也可以上過去 你們的船 吃到吃也可以上去船上 對也可以啊 如果起摩托車 起摩托車也可以船上 然後機票一個人好像700 然後如果你有車子 船票吧 在車上過去1500 然後時間差不多你要坐這個船 要80分鐘 OK 然後你知道會 可以搬的地方 如果你坐船的時候 你也可以過在這邊 它是坐船走藍色公路 有沒有 就是海路啦 因為他們會過那邊 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喜歡划船 或者如果你覺得很熱 你就可以在這個船上面 那邊可以拍那個照片 然後可以喝東西吃東西 OK 坐船去花蓮玩 是 格列 好 那我想要推薦的話是 因為今年暑假 其實外島旅遊還蠻夯的 對 尤其我們住 像住北部的朋友都會覺得說 如果要去外島的話 第一個想要的就是金門啊 澎湖馬祖 因為有雙三機場嘛 大個飛機飛一下就過去了 是是是 交通方便 但我想要推薦的是小琉球 小琉球 小琉球 很漂亮 一般聽到的話覺得說 小琉球會不會有點太遠了 但我想要推薦的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政府有推了很多 所謂的交通聯票 這些交通聯票它不但便宜又很方便 對 像是到小琉球的話它就有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可以從台北的高鐵 然後直接坐到左營 然後再從左營那邊坐交通車巴士 然後到大鳳灣 然後再轉車到港口 那個東港 然後再搭船到小琉球 這樣子的 所有會運用到的交通工具 是來回的喔 它的價格 只要兩千七百塊 喔 它就是有配套的措施這樣 對 包括高鐵 來回嗎 高鐵來回 怎麼看啊 對 因為一般高鐵來回 因為你高鐵來回就三千塊 三千了對不對 對 而且我剛剛講的這些交通工具之外 這兩千七還包括什麼 包括你在小琉球的景點門票 喔 還有一日的租 一日的公車 那種一日都可以搭的 無限式的搭乘 然後還有甚至你要租摩托車 它也有優惠 對 全部都包含在這個兩千七百塊裡面 這樣很划算 非常划算 非常的划算 而且最主要是坐高鐵 不然的話你自己 如果我們從台北 開車到屏東應該差不多要五六個小時 差不多 然後就會想回家了 對 很累很累 坐下坐高鐵等於說 我幫你省了一半的時間 但是這些交通費 也等於只要 機會是省了快一半以上 真的耶 這個滿好的喔 這個很好 其實台灣的觀光劇 都是做很多類似這種東西 像我自己很喜歡去基隆玩 但是我發現 從台北開車到基隆很近 你會覺得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嘛 因為好方便 但是你到了基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呢 停車 就是 這是很煩喔 有沒有 真的 我上次七點到 我九點才找到停車位 對 真的 全滿 全滿 你要找很久才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就算你找到停車位 你到了那邊 你會不會想喝一杯 會 想啊 但是喝酒那裡要怎麼開車回來 對 其實你不只是 你到基隆路 你到基隆路 你也會想喝一杯 到哪裡都可以想喝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發現 我有朋友跟我講一個很棒的事情 就是你付450塊 你可以就開一個 他們會 你可以坐一個公車 然後可以載你到基隆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點 可以停下來玩 非常好 像你坐那個公車 然後先停在那個 晉冰漁缸啊 然後河濱 那個也是打卡拍照熱點 就是一定會想去 彩色房子那個 彩色 像荷蘭那個 很漂亮 那你就又坐車 因為你已經買了這個公車票 它就可以一直下 上 下 上 那你再去那個 河濱島公園啊 去那邊拍照玩一下 還有基隆海科館啊 你要去哪裡玩 或是 最重要的就是 廟口 廟口夜市啊 對 是不是 那這些一整天的行程 玩一玩一玩一玩 又坐車回來 是不是 只要四百五十塊 對 四百五十塊 你滿開心的耶 對 而且就省了停車費 然後你亂停 有時候還有發單的錢 對 所以就是四百五 都玩整天都在基隆 一整天的行程 好棒喔 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那個 斯門水鬼也是啊 就是我們先走到那個 你是那邊的代言人 是 謝謝 就是推廣一下嘛 真的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那個我們先到那個中壢嘛 然後呢是那個坐五零三這個公車 然後 你那時候有點醉耶 五零三 真的喔 我以為是一座山 五零三 五零三 五零三號吧 五零三號 而且是一個小時又一班 所以就是 因為有些東西 好像兩個小時一次啊 三個小時一次 就是一直在看時間 來不懂 一個小時一次 你自己就好調配那個時間 對 對 而且主要的是呢 這個一百塊 就是一路線 都可以 就是 搭幾次都可以很 而且你忘記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 幸運一點的話 你可以做到他們 特別設計的一個巴士 那個巴士很可愛啊 阿桃 阿圓 跟圓哥 對 然後去搭那個巴士 要多少 一百塊而已 一百塊 主要的是這個一路線呢 比如說就是剛剛介紹的老街嘛 或是買東西很多有優惠 那想要去熱門景點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有那個台灣好行 你們知道這個東西嗎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嗎 真的可以讓大家非常安心出遊的 因為現在那個台灣好行的 這個旅遊服務啊 我覺得它就是在那個台 就是各大的火車站 還有高鐵站 其實它都有坐那個 各景點的接駁車 其實就跟大家講的那個 觀光巴士什麼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概念 但是它其實票價也是很便宜 然後搭的班次 其實也是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適合就是 比如說我們不想開車 或者是就是老衛來台灣自由行的時候 接受這樣子的服務 其實你如果不知道 其實就任憑這個巴士 它上面就寫台灣好行 它的巴士就是長這樣 對 然後站牌其實也就是 橘色的 對 橘色這個站牌 那我可以給你看到 車子看起來車況也很棒 對 車況很棒 冷氣一定強 對 說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其實真的就是現在 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話 就是 停車真的是一件很麻煩的 很麻煩 對 尤其是觀光景點 一個不小心就一個小時 兩百四百停下去了 真的很可怕 可是它的真的就是票價 而且它有些地方還有套票 所以就是也是會有那種 什麼門票啊 或者這些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 這個是啊 就是我們就是 那個前天去那個 去那個水族港的也是啊 裡面你看很可愛 對 這是那個達西線 台灣那個達西線啊 對 裡面你看到它是那個 水族港的樣子 就是你看水母啊 還有那個鯊魚啊 好可愛啊 所以而且是非常的舒服 對 沒有錯 人氣很強 人氣超強 它非常開心 對 我之前就是 在那個埔裡面唸書 所以我就是很推薦大家去日月台灣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很漂亮 那其實現在那邊你就可以從台中火車站 或者是高鐵站 就看你在哪裡下車 它直接就有接駁巴士 就是任平江澤巴士 你就可以直達去日月潭 那它中途其實它都會停靠一些 就是很知名的一些集點 像是埔里酒廠啊 然後子教堂啊 文武廟啊 九族文化村啊 都必須的 所以你隨時你想要去哪裡 你就下車 對 對 就是很方便 那當然除了去日月潭玩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就是 大家老外們都很喜歡 陽光 海邊 沙灘 辣妹 其實就一定要去哪裡 就是墾丁 對啦 對 所以他們還有墾丁快線 哇 所以這直接就是在那個高雄 左營站 對 左營站 它直接就是直達 它也是就直接到墾丁 那中間它就會去一些 就是也是大家會很喜歡去的 就是大澎湾 你剛剛講到 對 然後橫春古城啊 橫春老街 方寮車城那些 還有海參館 剛剛有講到 對 最重要是中間還有一個南灣 南灣 南灣 南灣那個沙灘 喔 飛了 白色的那邊 夢多去差點中風 對 我們的南山就在角度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去那邊 突然很開放 他們都穿那個一條線的 對 一條線 在台北不可能看到那些屁股 對 我們去那邊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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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去 但當然除了這樣子的話 也有就是像宜蘭的 是 比如說那個壯圍的 沙丘縣 它其實就是宜蘭 冰海那邊的美景 等於到處都有 已經環繞了 對 我還很喜歡是那個西冰塊縣 西冰塊縣 西冰塊縣的那個 那個海岩的那個文化 海景 對 大家會 對 岩葉文化其實就是非常久遠了 然後大家都會去那邊去拍婚紗 其實那邊拍起來很漂亮 像下雪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有看到很多人PO 對啊 這很美 對 所以就是好幾條線 我覺得都是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 是 這個好 其實說真的旅遊把它做好 大家就會知道可以去哪裡玩 然後怎麼去也比較方便 對 但是如果外國人來的話 他們可能看不太懂 就要想辦法了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出去玩 就要做功課 可是你就做功課 也會覺得有點累 但其實剛剛我講的 這個台灣好行的旅遊服務 它其實有那個多國語言的一畫 對 語音導覽 對 這樣比較方便 你就是拿手機掃描QR Code 它就會直接就是用你們聽得懂的語言 然後介紹這個景點的歷史啊 背景故事啊 或者這個景點要看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你不用再借耳機什麼那些 不用 你就是直接用手機 超方便 好方便喔 對 這很方便 這個好玩耶 很好玩 而且你知道嗎 像你現在你就非常輕鬆 你就出去 可是你去做的是深度旅遊 因為你好像是自備一個導遊 你就不用跟團啊 對 所以就是你知道喜歡自由行 不開車就剛剛一直講的 你又不想要跟團 被那個時間綁住 你就可以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九月中的時候 他們台灣好行有那個 環島輕鬆去的活動 五十多條線 唉唷 就是好多線可以選擇 全部都開放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剛好那個十月中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中秋節啊 雙十節啊 連假 連假 就是可以來 規劃環島旅行 所以你們真的 你們想要知道這些旅遊資訊 就到他的網站上面 就打台灣好行 這真的很棒 他其實就會幫你 把所有的景點的路線啊 你要搭什麼車啊 時間表啊 票價很清楚 當然你也想要看一些旅遊資訊 的基本的歷史介紹 它上面也是有的 一目瞭然應有盡有啦 雖然今天聽一些阿朵啊 來介紹我們台灣 有點奇怪啦 但是真的有好多 好吃好玩好趣的地方 最重要的重點 讓你涼涼的玩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